阿爾蘭、羅威和西班牙在星期三分別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 理由是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加沙的戰爭 以及需要兩國解決方案實現該地區的持久和平 以色列宣布召回諸愛爾蘭和羅威大使 外長卡茲說承認巴勒斯坦國是對哈馬斯和伊朗的獎勵 也是對10月7日以色列遇難者的不公正記憶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德哈蘭 為星期日直升機失事喪生的已故總統萊希主持喪禮祈禱 幾萬人參加宋葬隊伍 越南國會選出公安部長蘇林成為新的國家主席 之前一場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迫使他的前任辭職 新加坡航空一架飛機星期二遭遇劇烈氣流 在曼谷緊急逼降 機上有20名乘客在當地兩間醫院接受治療 放下一彈 拜託 晃